权益问答 中国啊 那也是不一样的 那没办法的 知道的呀 具体来讲 你要看待 你如果升天的话 你修的 你生前修的是什么道 你就会投到什么道呀 如果你一辈子修 阿弥陀佛净土世界的 你最后投粮的话 你就是进入 这个净土世界呀 明白了吗 明白了 那师父也是开示过 我们只好能够 保留就是完整的 一个尸首 那请问师父 如果很特殊的情况下 他王仁他的 没有完整的尸首的话 这个最多能够 上到哪个道 有这样的说法吗 很难的呀 天道是可以的呀 最多了 出不了六道呀 听得懂吗 听懂 谢谢 谢谢